世界棒球经典赛现在每四年举办一次 前两届的冠军都是日本队 上一届一胜未得的加拿大、中华队、巴拉玛、南非 这次必须从资格赛打起 目前西班牙和加拿大已经透过资格赛取得会内赛的门票 台湾区和巴拉玛区的资格赛将从15号开打 各区的第一名将能和上一届的前12强 在明年3月起展开第一轮16强会内赛 中华队由谢长亨领军、南瓜20位中华职棒选手 5名旅外球员和3名业余选手 其中高志刚、曾松伟、詹志瑶是连续三届都参赛的球员 这次中华队组成的时候我认为打击者的状况是优于我们的投手 但是经过了三个礼拜的组续 我发现我们的投手表现确实也很不错 而且状况也调整到很好的状况 兄弟向球员彭正明表示 大家已为明年的经典赛做好准备 目前状况大家都算自己本身和球队的状况都算调整了 已经在备战明天的比赛 相信球员的心态上也都调整得非常好 中华队15号晚上6点半首战纽西兰队 后三天的赛事将是各队战机有不同的对战组合 有中华队的赛事内野票分为500元和300元两种票价 外野票100元 中华队如果能够顺利取得会内赛的资格 就能在明年3月3号到6号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承办经典赛第一轮的B组赛事 教育电台成功为新闻报道